大家早安喔,没有错,在昨天下半天到傍晚的时候呢 东北季风已经开始增强了 所以今天起床跟昨天起床的这个迎风面的观众朋友感觉应该会有一些落差 没有错,在这个温度下降之余呢 在水气也接着比较多了一点点喔 你可以看到双北基宜目前还是这个东北季风下雨的热区喔 桃园跟花莲呢有一些零星的雨势 中南部不太受影响 但是呢温度方面呢 中部以北到东北部地区来说的话呢 今天都略降的感觉 所以呢大家在保暖工作还有出门呢 如果交通上遇到下雨的话呢 要留意安全的问题咯 来看一下温度降雨呢 未来12小时呢 雨区依旧集中在东北部为主喔 双北基宜 以这个基隆依赖来说的话呢 雪期会更加的明显 而桃园的花莲呢 是一些零星的雨势 大家呢可以稍微斟酌一下 带给雨具出门 低温高温的部分呢 14 16度 但高温都有20度以上 你可以看到中南部呢 阳光露脸 但是都有10到12度的温差 日夜早速晚归要格外留意 北台湾来说的话呢 就是湿湿冷冷的感觉 今天的东北季风持续的影响喔 嘉义来说的话呢 永康呢 都是辐射冷却 不到15度的这个温度 路上强风特报跟日夜温差 就是今天观察的重点咯 这个星期来说的话呢 两波东北季风 昨天开始影响到今天 明天稍微减弱 但周五过后 又是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来影响喔 又要转成实施冷冷的天气 但这个星期 过了两个东北季风之后呢 要硬仗的就是下个星期的冷气团 你看到呢 我们温度的动态图来说的话呢 到周三左右呢 你可以看到在北台湾 东台湾 13 15度 10度 11度 8度 9度 7度的这样降喔 没有错 这里呢 就是一个极地冷气团的概念 整个冲刷下来之后呢 在周三左右呢 算是一个比较冷的时间点喔 但究竟呢 是在这个强烈大陆冷气团 或者是寒流的等级呢 还要再观察 因为这是一个星期左右的预估 难免会有误差 但是确实有参考的价值喔 大家一定要格外留意 把厚的衣服 冬天的衣服 以前呢 之前那个都含有保暖的衣物 准备好 下个星期呢 要来抗战一下喔 当然究竟呢 冷到多冷的感觉呢 这两天要再观察喔 因为越近的话呢 这个温度的掌握 是越加的精准 大家要有个心理准备喔 最后看这四项四语呢 这几天都是东北季风的影响喔 所以呢 北北季夷这四个地方 特别的湿湿冷冷的 周四稍微回温 但周五就是第二波的东北季风 中部以南虽然影响不大 但是要留意温差跟空污的问题 周一开始 下周一要转冷喔 周三来说的话呢 周二周三周四呢 都是冷气团影响的时间点 但究竟有多冷呢 持续锁定我们的这个气象资讯 会为您更新最新的天气动态囉 特别是幽默的日子 和什么鬼不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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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Created by 冲卷 刚出身的天气 征信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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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看